近日有网友在周杰伦的个人社交账号想留言鼓励周杰伦 并劝他不要搭理其他人的恶评 周杰伦随后回复称 我只看我想看的没事 据悉 周杰伦1979年1月18日出生于台湾省新北市 祖籍福建省 是华语流行越南歌手、音乐人、演员、导演、编剧 周杰伦是流行音乐市场 具有革命性和指标性的原创歌手 同时也是影响华语乐坛很深的音乐人 近日他频频登上热搜 此前他再发新歌 然而不少网友却发出了对这首歌难听的批评声音 许多人质疑周杰伦新歌模式化流水线 有种江郎才近的天感 除此之外 一些敏热的网友还注意到 周杰伦的新歌在上线后 甚至有人已经听了上万次 这样的数据看似异常 引起了一些网友的怀疑 质疑周杰伦的新歌是否存在数据注水的情况 此次待会